敵方只剩小丑一人存活,我方還有四人還活著 我們有一隻殘血的超級兵,以及兩隻滿血的小兵 那這時候應該去打凱撒還是直接推呢? 我覺得我們這隊有四個人,要直接衝進去壓一個小丑根本是輕而易舉 但是隊友覺得要打凱撒,可能是他們覺得來不及 也有可能是覺得現在兵的血量太少了,小丑隨隨便便就很輕調 颯枷說打凱,雅良還真的是狂打凱撒,現在才過來,已經有點太晚了 我接一個大招接二技能,讓普攻附在增傷,而且攻速變成200% 這邊打塔那麼快,是因為旁邊有一隻殘血的小兵 我用肉身幫他扛,只要兵禁塔,防御塔的減傷就會降低 大大提升了我打塔的獸率,塔剩下1000多的血,這我正在拼命點塔 剩下最後9滴血時,雅良接一個普攻,帶掉珠寶 這兩排位賽就這樣勉強的獲勝了 是你的話你會選擇打凱撒還是直接推呢?